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部分是剑脚的判断 可以用哪几些因素来判断呢 我们请蔡炳薰帮我们同学 蔡炳薰同学帮我们回忆一下 影响剑脚的那些因素 Long pair是一个它会挤压让别人变小 第二个 多重剑你会挤压会让别人变小 第三个 电幅度 电幅度会有什么影响 电幅度大的 拉电子过来 拉电子过来使得剑脚变小 变小因为自己拉过来中心原子的排斥小 所以是变小很好 这三个都已经算是课本上的内容都讲完了 最后一个叫做Legan Close Packing 它是什么东西 原子间的距离一样 中间原子越大 周围原子叫Legan 周围原子的距离一样 所以呢 那你中间那个越大 中间原子越大 剑脚就会越小 那我答对了 谢谢 很好 那么总结了我们上面的内容 我们来看其他 其他的例子 在这边课本上有很多的exercise跟习题 我们举几个例子给各位看 在例题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要是画得出他这个Lead Structure 陆凯伯 上来 坐刘我看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构 把他卖封给你 尖叫A 架电子数算一下 2是6 刘也是6 架电子数总共是26个 接下去第二步做什么 先画出骨架来 好 侧面一点 26- 减速率的bunding pair 好 没有了 20了 10个pair 20个电子 10个pair 接下去的动作是 在周围原子上面 以8余体 分配你的电子数 这样33得9 然后流上面就刺了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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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 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构 这不是都已经画完了 为什么是这个结构 为什么是这个结构 我刷了风格卡 好 你刷一下风格卡 你用彩色笔 黄色的 好 OK 两个是多少 6-2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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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个long pair 你测病一点 让这些看的图 PRO-BTSR算法 是减掉long pair 以后再减掉 间接的数 不是电子数 而是间接电子数以二 也就是间接数 这里的氧是6 去掉6个long pair 以后是0 再减掉一个件 负1 OK 那流上面就什么 正一 胡呢 零 那如果像double bond的话 这张配给过来会有什么情况 用红底鞋 用红底鞋 这变了 很好 根据formal charge 你会选的是比较低的formal charge 好 根据我们这个 Lewy Structure的这个原则 画出来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键角 我们请同学说明一下 为什么这个键角特别的小 因为上面弄破会挤压 这边 弯定鞋也会挤压 所以它会使得这两边变得比较小 那这个键角呢 变大变大变小 变大 这边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边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都会比什么角度小 这张配给是多少 109度 很好 下面呢 罗佩尔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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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就是你要画出 Lewy Structure的数字 而 弯林森Tb 根据这个弯林森Tb的这个数字来看 它的 尖角 是 从size来讲的话 你怎么解释 如果用size ligan close pack来解释的话 最大的原子 中心原子 角度会特别的小 原因是因为 这个距离会一样的长 所以 中心原子 距离比较大的时候 角度会变比较 比较 会找 好 这是用ligan close pack来解释的 ok 好 张文如你用 电幅度来解释 电幅度它大或小 比起来 它最大 ok 它最大的电幅度大 为什么角度是最大 为什么角度最大 这个电幅度解释 好 下面是指点的部分 电的部分 它是比较 嗯 这个地方它电子比较多一点 所以它这个地方的 bunding pair就比较多 所以使得它电子云排斥力量比较大 角度就比较大 对 很好 好 这个部分是在课本上61页 各位看一下 我们用黑板上面 已经交到了 也就是说 它在举了几个例子 让我们知道一下 电幅度比较大的 我们要放在Equatorial的位置 那么在这个地方 举个例子来讲的话 它是用 这个 不是 Long pair的那个部分 那个Equatorial的部分 我刚刚已经讲过 我在这里面是介绍的 Long pair跟Bunding pair的挤压 在这个地方呢 它举的例子里面 的角度可以看得出来 Long pair的角度的挤压的部分 是最厉害 所以它的角度最小 像Bunding pair去挤压的时候 它的角度也会缩小 然后 Long pair的部分 就比较接近120度 Corel是比较大 Corel 为什么会在Equatorial的位置呢 它呢 照原则的想法是 它是有 比较 Electronicity 比较弱 所以呢 它的Bunding pair 在这边是比较大 Bunding pair 比较大 放在上面的挤压 90度的挤压 是比较不利的 所以放在Equatorial的位置 这都是用EN Electronicity 去解释这些现象 Long pair的角度 课本上所讲的内容呢 是用这些例子来举 例如说 它的FF的Distance 都是一样的 那这可以影响到其他的 箭角 然后 这Nong pair的Distance 就是相同 接下来就是介绍极具 那Electronicity 跟Deple Moment 有什么关系 Electronicity 和Deple Moment 你看一下 定义就知道 Deple Moment的定义 是指 它的极具 等于电荷 乘上距离 这个电荷 是指 原子所带的架数 它是可以用Formal charge 算得出来 R是指这两个原子 所分离的这个距离 那距离如果说是 越远 它的Deple Moment 就越长 也就是Charge 分配的就越 separation越强 而这个Charge的多寡呢 取决于EN 也就是Electronicity 的多寡 Electronicity 比较高 像HF的话 它的极性高 那么像水O跟H 差异大 就会造成比较大的极性 而这极性的表示方法呢 是各位如果还记得 水的部分 OK 然后这边是Long-Hair的 所以这边是Delta-Fu 这边是Delta-Zen 然后画的箭头呢 是从Z到Fu 这样的一个箭头 而这个电荷的Delta 也就是你现在的Q 乘上它的这个距离Bundistan 就是它这个部分的极具 这两个极具做向量加合 是这个分子本身具有的总极具 那极具的多寡 Polar Molecule跟Polar Molecule 本身会产生 比较强的interaction 这又回到我们 当初讲见解的时候呢 有讲到了Ionic Bonding 是纯粹的电荷吸引 Diple Diple呢 是部分的电荷吸引 然后Hydrogen Bonding呢 是Diple Diple其中的一种 好 所以这边我们用到的是 水跟氢的这个简洁 然后产生出来的Diple 它们之间会有 比较强的interaction 特别叫做Hydrogen Bonding 那极具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 绿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 Experiment Diple 跟你实际上计算的这个Diple呢 不是完全一样 所以它并不能够完全 被理论计算算得出来 但是你可以给出一个 大概的概念就是 如果它的极具算起来 理论上比较大的话 大致来讲是比较大的 虽然说计算来讲 不见得一定是很准的 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 大概的概念说 哪一些分子是极性比较大 哪一些分子是极性比较小 而极性的多寡呢 就是决定了这个 很多的物性 譬如说在生物体里面的 Hydrophobic跟Hydrophilic 水性的跟轻油性的 轻油性的 通常都是用 凡德瓦尔键去吸引 而清水性的 都是用轻键吸引 轻键吸引 轻键吸引的力量 都比较强一些 那这是Deple Moment画的方法 用这个箭头的方式 这里是总极具 所表示的这个方式 那如果说 有极具 可是 是不是代表分子 一定有极具呢 它们游戏 有可能会相消除 互相消除以后 虽然有强的极具 可是它们仍旧是 总极具为零 这分子的Deple Moment 会变成是零弱 那Hydrogen Bonding呢 会 是极具的一种 那这个极具的比较强的时候 像 氧 弗 蛋 我们是刚刚讲过 在Electron Activity 来讲它有什么特色 它们的电腹度怎么样 氧 流 细 T 谁的电腹度高 氧最高 为什么氧最高的这个部分 会有特别的表现 因为它多到一个程度 它使它的极具 变成比较大 极具很大的时候 就会有很强的Deple 这个Deple 我们称之为Hydrogen Bonding 那这张图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考出来 问你说 为什么这几个那种 它的 这条线是按照顺序走的 这条线 这三个线呢 是有三个例外 所以你会怎么回答 这三个有氢键 为什么有氢键 它比较高 因为作用力比较强 这个为什么没有 因为什么 突然想起来了 它没有Deple 所以它是用 繁德瓦尔利来判断 分子量越大 吸引力就越高 这个预测的数字不合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有特别强的Hydrogen Bonding 其他的Hydrogen Bonding不强 这几个都是有Hydrogen Bonding的 好 那Hydrogen Bonding 会在溶液结构里面 产生一些特殊的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水 会有特别的这个强的结构 而且冰块 会形成一个Tetrahedral的结构 这就是由氢键而组成的 控制的水有很多的性质 那Ice呢 会有Tetrahedral的结构 会使它渐变中空 因此在低温的时候 冰块结冰以后 它的体积会膨胀 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会有氢键 会形成Dynon结构的中空结构 因为是中空结构 所以它整个体积是膨胀的 好 Hydrogen Bonding 在Ice里面 可以决定的这个 它的这个体积增大 和它的这个形状 然后 Density of water Decrease 就是说冰块 它的密度是比较小的 然后这个Hydrogen Bonding 决定很多生物体上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DNA 和我们的蛋白质 都会有很强的清建 这是一个叫做Alpha Higgs结构 就是蛋白质的二级结构 它成为柱状的原因 是因为在这些周围的这个壁上 都能有这个强的Viple Moment 而这整个Viple Moment 加起来会是非常强的Viple Moment 所以这整个Alpha结构呢 本身有很强的Viple Interaction 好 这边这个PiPi Interaction 是在剪辑跟剪辑之间的 interaction 然后这个Backbone 是Fosphate 是用阴阳粒子去结 结结在一起的 那它的Hydrogen Bonding 是可以跟这个Backbone上面的Fosphate 也就是磷酸根 相连结的 Beta Sheet 是蛋白质另外一个结构 它们是用一条链跟另外一条链 中间形成的间接 它形成的 这是生物体的两种蛋白质结构 一个叫Alpha 跟刚刚的结构 这个是Beta 是面状的结构 好 那其他的部分 我们就 我们现在进到 另外一个章节 看一下我们 这一章的内容 好 各位还记得 什么东西 量化 Quantum 什么是Quantum Quantum 是量子 Quantum 是什么东西 请同学 介绍一下 量子是什么 最早谁发现 什么叫黑体辐射 蛤 水灵格 水灵格 没发生这件事情 它是用了它来用它来改成的原子 它是 实际量化里面大量讨论的东西 但开始的时候不是 那是 那是辐射 不是 黑体辐射 这一章 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们大概都忘了 从普化太子到量化 Quantum是什么都不太记得了 Quantum 给你理应一下 你们最重要的 对于一个没有学过 Quantum的人 你跟他介绍Quantum的时候 你会说什么 什么叫做Quantum 它是原子吗 电子吗 核子吗 N等1等于Hμ 是什么 能量 1是能量 没错 1等于Hμ NHμ N是整数 代表的意思是 能阶 很好 能阶代表它不连续 所以Quantus Quantus 的意思是什么 不连续 Quantus 是定位的 是定域化的 是不连续的 连续是continuous 的 所以那它表示什么 能量是不连续的 那量子是什么 Quantum 因为它是不连续 所以最小的那个能量 叫做NHμ 那最小能量叫做一个Quantum 那是一个最小的能量 那个能量就叫做Quantum OK 各位Quantum 好像不是很了解 看过量子伪迹的人 举手 量子伪迹是 这个还没有讲完 好 这个稍微交代一下 就是 电幅度CF3 比较大 它就应该在Equatorial的位置 这跟刚刚我们介绍 那个 音电性比较小的 都在这个 Equatorial位置 但是在这个例子 可以看到到 它是Equatorial 跟Extra都有存在 所以 其实有的时候 是很难预测 它的这个 电幅度 跟这个 Geometry 它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例外 课本上有提到 例外 就给各位听 其他的 例题跟习题 都是按照那个惯例 做的 所以呢 各位要记得的是 不是这个例外 而是怎么样去应用这个原则 好 那第二章 你们所要介绍的东西呢 是讲原子 我们为什么会倒过来讲呢 因为 我以为各位都很熟悉 原子 然后也熟悉见解 所以我们先讲MO 因为那是 最 最新的东西 OK 没有想到各位同学 把以前就全部都丢回 给我们老师了 所以我们也没收到就是了 框 实际上这个是不是跟量子伟绩毫不相干 好 电影的名词常常在中文和英文翻译的时候 完全失真 各位在读英文课本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你会忘记量子是什么东西 你要记得 你学完量子化学 你就会不知道量子是什么 就好像学完化学 你要讲 化学是什么 我不知道化学是什么 对啊 随便问一下化学是什么 很好 变化之学 什么东西就变化之学 你要定义它的系统 我们学了这么多的变化之学 我们学用光谱去测量它 用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它 然后研究物化去研究它的道理 然后用普化介绍的所有 跟物理相关的原子结构 还有一个 这就是我们的系统 那我们正在讲的是氧化还原啊 燃烧啊 这些东西是牵涉到什么样的主要的内涵 电子 很好 化学就是电子转移的变化之学 你看我们所有的化学研究的东西 就是在讲电子转移 除了普化科文有讲到核化学 那个核化学是从物理化学借过来的 在物理化学领域 这些元素是可以被转变的 但在化学里面 元素是不会转变的 同位数也不会变的 在化学里面 我们只讲 不讲核的变化 我们只讲电子传递的变化 然后这个电子跟那个电子 形成了间接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开始讲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化学是要研究物质来改变 你就必须知道你这个系统是什么系统 那这个系统你把它仔细切割以后放到 它就是分子 那这些分子之间的性质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不知道 必须要知道什么 知道它的结构长什么样子 我们才知道它是会做什么事情 那它的结构是什么样子呢 有原子组成的 那原子的性质跟分子的性质是怎么样连结呢 我们用atomic orbital 跟molecular orbital去连结它 那atomic orbital当初的原子是怎么样发现的呢 就是这些人才一路发现出来以后 把它的性质定出来 然后再后来把它进展到量子化学的领域 就讲到说它们的能量 这个电子呢本身就像是波一样 那电子因为像波 所以它可以用波函数描述它的轨域 这是你们量子化学所学到的东西 那很多人就不太知道这个道理 像这个量子维基电子quantum and slice slice是安慰未及灵犀的意思 quantum and slice 就是指它的那个能量量是非常的小 小到听quantum一样 quantum NH没有这个能量 是非常小的能量 你们算一下 几乎到零量不到 所以quantum是研究一些 比电子还要小的这些粒子 或者更小的能量 它的一个学问 那这些粒子都有波的性质 所以我们用波函数 波方程式 shading equation去描述它 从此以后各位用的脑子里面 东东都是波函数 去解释这些电子轨域 跟它的形状 和它的性质 quantum and slice 是当初在那个 James Bond 在有一集里面 在遇到的一个 一个富翁 跟他讲解他一个故事 他说 你刚刚碰到那个女生 他的先生 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然后他以前很爱他的第一院太太 然后后来因为第一院太太 背叛他 他就把他太太 关到那个小岛里面 百木堂的小岛上面去 然后 他对于这个太太的这个感情 已经到了quantum of slice 就是他对于那个太太 已经几乎没有感觉 他有的感觉跟灵犀 只有到一个quantum这么小 他说 当quantum drop to zero 当你的那个灵犀 跟喜欢的程度到零的时候 人跟人之间已经没有感觉 冰冷了 完全你死了我都不在乎了 那在这个地方呢 他是借用这个quantum 去描述 那个 当感情到了零 借点到零的时候 会发生的情形 所以讲了半天 quantum是什么 大家知道了 化学是什么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讲的事情是 我们把quantum的观念 带进来 去解释波环数 然后波环数 会介绍到鬼域 各位如果还记得 鬼域长什么样子的话 那么普化就没有白学 我们现在要用电子 波环数 建立鬼域的形状 然后再用 建立鬼域的形状 去解释 一些电子阻态 电子阻态 就决定了 这个元素的化性 然后这个元素 它的架电子的化性 就决定了它的间接 而它的间接 我们已经在第三章都交代过了 那我们交代了第三章的间接呢 是不够完善 但是非常好用 研究所一云会考 然后平常我们也会用它 到有机化学的部分呢 几乎不用MO 都是用这个 Restructure 所以你要懂有机 就要懂得Restructure 懂的chemical bonding 懂的Electronicity 介绍完这些的以后呢 你要讲光谱 要懂得物化 或者懂无机理论的东西 你就必须要懂得MO 去解释它的酸碱的性质 解释它的金属配位的光谱 这些东西就要用MO去解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课程 安排这些事情 那各位也许到研究所 才能把它串起来 但是现在最好能够记得 我们课程的安排的东西 就是从原子 它是什么性质 用波函数去解释它的轨域 然后把轨域跟轨域加起来 变成bonding 然后去用Restructure去解释 然后再用MO去解释 然后去解释以后 要干什么 要预测它的结构长什么样子 因此可以介绍它的箭角 是大还是小 箭角大还是小 就可以决定它的画性 到底是打哪个地方 哪个箭 比较容易断 也就决定它的画性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决定结构 因为我们要知道说 它长这个样子 能够做什么事情 那光谱的研究是物化跟分析用的事情 所以所有的基础 就是原子跟分子的结构是什么 所以chemical bonding这件事情 是在研究所考试跟在研究所上课的时候 最基础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各位在普化看一遍 物化再学一遍 无机再碰一遍 研究所的时候再学一遍 好 那各位充分地表示 对于这一部分 你们是有quantum of understanding 所以我们要把各位的 对于quantum的understanding 提升到exponential的高度 好 这是电子和原子和中子 各自发展的 发现的这个原始历史 这个历史告诉我们说 刚开始是波尔原子论 它有一些很好的 这个hydrogen bonding的解释 然后 它知道原子大小是10-10m Eganstrom 这个是大家都要知道的尝试 不要到这个后来 大家不晓得原子多大 然后化学也是什么也不知道 空子是什么也不知道 古典力学里面是在用 行星轨道的方式在解释原子 OK 那么理论上呢 这个是不稳定的原因 是因为 他们在古典力学里面呢 带电粒子在旋转的时候 就会放出能量 越来越放出 就会跑到里面去 那有些光谱不能解释 那这些事情呢 在后来在 研究光谱的人 发现了这个现象 说氢造出就是有一定的线 而且这个地方呢 是固定的颜色被看得到 因此它不是连续的彩虹 那为什么这个氢原子 它不是吸收一点点能量 再吸收一点点能量 可以吸收无限多的能量呢 它只有说很挑剔的说 我只吃肉 我只吃这样子的肉 所以呢 我能量来讲的话 我只吃这种能量 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能阶 是有固定的 而且它的这个间隔数呢 就是它吸收的能量 因此我们可以用这种特性 来决定一下元素 在太阳里面 在星座里面 元素有哪一些 因为我们可以吸收它的光谱 看一下它的谱线 然后去分析它的这个波长 就知道说它是钠原子在里头 还是氢原子 还是Dutrien在里头 不是Dutrien跟Hydrin一样 因为我们是看电子的 那 各位要记得的是几个公式 这是第一个公式 Energy在氢光谱里面 跟N平方有关系 那这个RH是-13.6EV 那能阶之间的差异 可以用这个公式来导论 但是你只要记得这个公式就可以了 第一阶 第二阶的话就是四分之一 第三阶的话是九分之一 所以能量是149 这阶段比率是增加的 那波尔的理论是说 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能量的差异的原因 是因为它有固定的铸波 那么它用的公式呢 各位要记得就是这个 Energy等于-16 然后N平方分之一 好 所以如果我问你说 氢原子的第四个轨道 它的能阶是多少 用这个公式去算 这是4的话是4平方 另外一个公式要记得 那另外一个公式要记得 是POPICON IN A BOX的公式 那是跟各位要了解 我们这个光谱和我们了解 物化用处在哪里的一个主要的地方 好 这是第一公式要记得的 这个R是13.6EV 然后 第二个 我们回忆一下 你们还记不记得量化的事情 量化告诉我们说 普朗克发现到说 能量是quantized 他发现了以后 他人就不了解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 他只是一个 拿物理现象 black body radiation 去用数学公式去fit的一个人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理论物理家 其实就是数学家 他要解那个方程式 要解出那个公式来的话 他必须做这个假设 E等于NHμ 然后才能带进那个公式 把那个非体辐射给fit in 但是他这个发现呢 被别的人发现到很有用 然后解释了很多 然后就建立了量子化学的进入 第一个是Deploy发现说 这个所有的电子 小的时候呢 小的粒子 小到像电子这样小的时候 都是有波的函数性质 而它的这个波长呢 是H除以MV 所以各位也都是波 只是这个波呢 是波长非常小 定不出来的 看不出来的 那 那Henzenberg又介绍了说 这个Unsevering Principle 你在看一个东西的位置的时候呢 你不能知道它的动量 反过来毅然 那这种情形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 有一个区域的了解 比如说我们要知道这个电子在哪里 我们在以前用粒子的角度看的话 它就是在空间上的某一个XYZ的点 但是因为我们测不准 所以我们知道说它在一个轨域里面 在这个区域里面 这个区域里面它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它在这个区域里面 那在这个区域里面 它被找到的机会是最高的 那我们就知道每一个ES2S2P 轨域长什么样子 然后它那个电子在哪些地方存在 那做了这些事情以后 那个一个数学家Schrodinger呢 就把这个 这个 这个 Schrodinger equation 也就是quantum chemistry quantum mechanics 给发展出来 发展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 纯粹数学的问题 也就是说 人家跟他挑战说 既然Duboy说这个物质 都是一个波函数 那你是波函数的专家做计算 你能不能算一算电子 它那个波的这个性质是什么性质 它的波函数是什么 它就把这个 动能跟位能放进去 然后去把电子当成一个波 然后去动能加位能去做operation 以后得到这个energy 去看这个 每一个电子的能量是多少 它的波函数表象是什么 只有非常惊讶地发现到说 它可以画出很多种不同的形状的东西 它用的wave function 这个前面的部分是动能 这个比方是位能 然后这个operation以后 会得到energy乘上phi 量化有好几种讲法 一种是给你七八种 这个假说 然后再导论出这个东西来 另外一个就是 从wave character 开始做起 然后用动能加位能去operation以后 解除方程式来 然后告诉你说 它的鬼运长什么样子 OK 我们接下来的approach 是从shoulding equation开始 动能跟位能的这个公式 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关于这个shoulding equation 或者wave function呢 有一些特别的性质 第一 它是在某一个特定点 只有一个特定的数值去对应 然后它是一个wave function 所以是continuous的 第三个wave function呢 它是在这个 在无限远的地方呢 它必须是为0 也就是说电子啊 或者是不要 穿到无限远的地方 是找不到的 所以电子出到 无限远的地方的时候呢 是我们算幽灵能的这个 image.0的地方 然后必须能够normalize 这个不是太重要 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integration 它的phi 跟它的continuous phi 等于1 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它是等于它的平方 它的平方是代表它的互然率 也就是说电子在轨域里面 找得到的互然率 是百分之百 也就是1 第二个呢 是quantization 它说这个是 介绍这个轨域是orthogonal 就是电子跟电子之间 它们如果说是可以重叠的 它们就会变combine在一起 它们可能各自存在的时候 它的波函数是不相干扰的 也就是orthogonal的意思 因此在数学上面 它有那个 第一个电子跟第二个电子 它们之间的这个 way function呢 相成了以后 积极分等于0 也就是orthogonal的意思 那这些 都是在你们量化里面学过的 一个一个学完了以后 它的意义是什么 它的意义是告诉你说 量化可以从无声有 告诉你每一个鬼域长什么样子 然后可以告诉你说 每一个电子怎么填进去 然后再决定填完电子的这个元素 它会有什么样的化性 也就是周期表 加电子 然后根据它的化性 产生间接 那就是我们刚刚 已经介绍过的间接的东西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particle in a box 为什么要介绍它 研究所里面 要考你们最基础量化 有没有学完的原因 就是用它来做例子 考复杂了就没办法 一维的 一个盒子里面 如果有电子来回这样走的时候 这是相当于在一个原子 在一个I大小的一个范围里面 电子在那个原子里面 在走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波的形状产生呢 如果我们把它定为0 然后定为infinitive 然后去做这个 这个波函数的这个解方程式 这边有一个波 波等于1的时候 2的时候 会是能量式到什么程度 我们去看一下 本来要写给各位看 它的数学怎么推导的 但是来不及 显然就是 如果我们随便找一个波 最熟的波 就是sin函数的波 sin函数是sin kx 把sin kx带进去 就一直解下来 就会得到 这个就是波函数 这个波函数呢 在1跟2和3的时候 就会产生了不同的这个节点 两个节点是三函数的 然后 它平方呢 就是它的豁然率 那我们这个 particle in a box呢 我看看 不对 particle in a box 有一些energy在哪里啊 这里没写吗 好吧 下次再给各位 energy是 各位要记得的公式 是第二个公式 是什么的公式呢 是particle in a box 的energy 跟它的particle size有关 particle box的size有关 它的energy等于n平方 h平方是plank的常数 8ml平方 L是box的长度 OK 所以你的box如果是越大的话 你的energy就会越小 OK 在这里面 我们用来解释什么呢 我们可以解释的是 像分泰 这个东西 它为什么会变色 用量子来解释 在这个地方 这个conjugation的部分呢 电子在这里面跑 它的范围是比较短小的 当你变成这个particle in a box 以后呢 conjugation以后 你这个地方可以电子 可以这样子过来 OK 可以这样子过来 那到了这个 再度 furtherparticle in a box 以后呢 你就会变成了 说这个地方的lone pair 跟它变成double bound 转回去 这边变成double bound 然后这边变成oh 当然是 conjugation 所以这个地方的conjugation delocalization最强 意思就是 电子可以跑的区域最大 电子如果说是跑的最大 表示它有最大的box 最大的box 就是最高的能量 最高的能量呢 就代表了说 它的这个 是 就是 蓝绿光 它如果吸收蓝绿光 它就呈现红色 而这个地方呢 是吸收UV 所以它是个无色 看不到 所以这个颜色是越过去 越显的是像 这个长波长的形象 可是你是吸收短波长的 那box如果说是越来越小的话 那你就会吸收的是短波长的UV 如果box越来越大 你吸收的是可见光的东西 所以 变色与否 可以用 这个 电子所在的box的大小 也就是化学结构里面 可以震荡delocalize的区域来判断 这是你们要活用的一个地方 好 下课 谢谢各位同学